傳統中國節日立體書 繪動同書編繪 新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重陽節農曆九月初舊是重陽節 有稱燈糕節、老人節 有燈糕、插豬魚、飲菊花酒、上菊 吃重陽糕等雜族 相傳在東漢時期 漁河有個溫魔使很多人因為瘟疫而死了 有個叫環境的人決心為民除害 千辛萬苦才找到一位先人 學會了降擾之術 由一年的九月初九 環境回到家鄉 把先人贈送的豬魚鹽 菊花酒分給香聞 還叫大家躲到山上 寫時溫魔又出現了 但他聞到豬魚葉和菊花酒的氣味 嚇得不禁上前 環境趁機殺死了混魔 從此 民間就有了九月初舊插豬魚、飲菊花酒、燈糕的雜族 燈糕和插豬魚 從陽節時秋高氣爽 燈糕遠望讓人心曠神怯 還能見身去病 現時有些人還會在從陽節燈糕的時候 素墓製造 豬魚是一種有香味的綠色植物 古人在從陽節遮天把豬魚插在頭上 或裝在香袋裡 據說可以驅從去風 這裏是一首關於重陽節的詩 九月初舊驛山東兄弟 唐、王維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街節陪詩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豬魚少一人 我獨自在外地逐客 每逢街節就更加思念家鄉的親人 重陽節的時候 我知道遠方家鄉的兄弟都去登高了 他們為對方插大豬魚 這時候發現少了我 因而感到悲傷 想一想 重陽節在農曆幾月幾日 古人在重陽節做什麼 你又會在重陽節假期做什麼 什麼事租いる 什麼事租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